我是冷冷兮兮 我是微笑娃 跟著冷娃 去學習 哇 我們今天要學習什麼啊 我們今天要來學習 做網站 喔 做網站 對 我們今天要自己做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我是透過網路上面的學習 選擇了帶路機的網站 五天的充製班 自己學習一架部落格網站 哇賽 那肯定妳也有特別多的心得喔 當然 有超多心得的 然後我本身呢是Youtuber 也是部落格 所以當然要我侯大佬學大佬 哇 真的多虧了我們帶路機的教學啊 而且最重要的 它是一個全面貝折扣碼 很細項的教你 真的超棒的 有一些小細節啊 其實在我當部落格時間 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我看完之後我反而更清楚 自駕站的新手小學習網站的話 其實我覺得帶路機這個課程是還蠻好的 你大概他是五天的充製班 真的蠻快的 第一次呢 我會把所有的影片呢 先快速的看完 對 這是我平常學習東西的方法 第二次的時候 我會看著他的步驟去製作 然後依照自己的記憶 然後跟著做 這樣的話我覺得製作的速度會更快 他是五天的自學充製班 完全免費 真的很佛心 然後裡面很多細節 整個做完之後呢 大概是三天左右 我就全部做完了 就是完全沒有什麼基礎 我就是只會寫部落格的部落客 但是很恭喜你喔 你這樣子的話 終於就學會整個網站了 我覺得其實他不是這麼簡單 他可能後面呢 可能會延伸的問題 可能會更多 其實像我自己是一個 非常愛改版型的人 那如果說像我這麼龜毛的人 那我想要把他做得更好 那我一定要勢必的就是要學習更多 那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加入代入機的社團 我們可以在社團裡面呢 跟大家交流 最讓我就是開心的地方 是你把布景主題套路之後 你會發現就是 哇原來你要的畫面出來了 課程裡面就是說把手葉做出來 哇那個手葉真的整個套上去 又真的超級漂亮的 不得了 完全可以照著你自由意識 去製作這個東西 做一檔課程啊 他還教我們怎麼樣上廣告喔 嗯 我們寫文章之後也可以賺點錢啦 賺點錢 這才是最開心的事 好喔沒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第一步從乖乖教學開始 很快的轉眼間就開始訂購主機囉 反覆快就會進步的快 YA 我們現在已經到一個階段 就是把網站架起來了 你看他已經完成了 點進去的話 我覺得還要繼續做其他的設定 我剛剛已經有先 把老師的東西都先看過一次了 然後再跟著他的步驟一個一個學習 然後我覺得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困難 因為他其實說的很詳細 所以我的網站很快就建置完成了 然後你是主機 喔對是主機 就建置完成了 好啦那現在來看看網站吧 好 欸這是我第一個完成的網站耶 這是一個初階的網站 我們還會沒畫他喔 恭喜你終於設定好了 對 比較重要的是 這個網址先才不能做設定 後面還會教 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是很簡單 我覺得 我有看 Youtube版跟網站版 我覺得網站版很適合初學者 因為初學者 你就可以看著他的文字 教學 然後一起去運用 然後一起直接 跟著步驟去製作完成 其實很快 我這樣子應該不到幾分鐘就做完了 二十分鐘吧 我覺得還蠻快的 比我想像中的更快一些 學習起來會覺得有誠有感 那就繼續吧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到第二天 來製作版面喔 做完的網站啊 它其實是很簡單的版型 就像這樣 所以我們要開始來美化它了 開始 你一定都會有一個叫做控制台的地方 如果你到控制台的首頁 好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在陸記製作的一張圖片 我們現在呢 就要開始安裝布景主題囉 讓我們剛剛的畫面變得更漂亮 哇你好厲害喔 你用了半天 終於啦 用了半天 我覺得大概也不到一個小時喔 對不對 剛剛我們做了二十分鐘 然後還有再看一下的影片 然後就是上第二課跟 要上第三課 就是把布景主題套用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很明顯的變化 喔我今天真的好輕鬆喔 就在旁邊看娃娃 乖乖的上課 乖乖的操作 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耶 嘿 是這樣嗎 對 我想這就是愛嘛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看娃娃 怎麼樣改它的布景主題囉 好 點一下這個 藍色的按鈕 就是動了嗎 娃娃在旁邊的學習 我就在旁邊的慢慢看 對 我希望娃可以得到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學習成果喔 娃娃加油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安裝外掛了 喔 裝外掛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好像有很多 所以我們就照老師的方式 繼續做 一致套用 接下來就是讓它跑跑跑跑 然後我們本來的畫面 是長這樣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你就看它會長怎麼樣 沒想到安裝好外掛以後結果 登登登登 哇 馬賽更清楚的布景主題又出現囉 對 接下來我們要安裝它的布景主題的demo 對 裝了demo以後接下來就會變得非常的 漂亮 接下來我要開始準備音波囉 對 這真的是很詳細耶 我覺得帶陸基 它是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代理所 所以等於說 你可以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去了解說 網站的架構它是怎麼架構而成 其實我覺得蠻佛心的 大家的話就是可以 可以多在晚上的時間 做一個學習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是部落客 我就會想要學習像這方面的指示 重新整理囉 跑出來了 外面很漂亮 還蠻漂亮的 對 基本上的話 哇這可以喔 哇很漂亮耶 其實蠻順利的 我們就完成這個步驟 那我們就可以接下來學其他的東西囉 我的第二天 第三天已經快完成了 我要辛苦你囉 因為我可能我本身是部落客 所以我有一定的基礎在 所以我看這個速度超級快 做文章 然後做分類 然後做表現 對 就這樣子了 好簡單吧 好繼續下一步 哈囉 我們現在目前的進度 要開始製作大圖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先看一下教學 然後邊看邊做 我們只是用設定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獲得蠻大的自由 我們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手頁 外觀 這個Style的主題好多喔 老師他是第二個 然後我自己是想要選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版面好像更乾淨 這個Style我超愛的 那就用這個吧 好的話我們要用最新文章來跑馬 哇賽 這都是老師特別提醒我要注意的東西 對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會想要選說 是想要用Tag的方式 還是用分類的方式 然後去顯示他的圖 對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自己來選擇 接下來我要開始改首頁的logo囉 然後就變更圖片 通常的話我們可以自己設計自己想要的logo 然後再把它用上去 我的話我自己可能會做PMG圖 這好像就跟老師說的一樣 就照著做就可以了耶 真的耶 好擅長就對了 就讓他跑進去 哇喔 完成了 這可以自己設定大小 好OK 300剛剛好 那我們logo就完成囉 太棒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超可愛 這是我畫的 這是你畫的logo 這是我畫的logo 繼續下一個 轉眼間我們就到第四天的課程喔 頁面的配置囉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改頁面樣式 其實我每次看教學 它下面還有這邊這些文字 然後這些文字的話 你也可以依照它的文字去製作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很多東西的話 它已經把關鍵字都寫在這邊了 那其實這樣的話會變得更簡單 因為我有已經看過影片嘛 然後你已經看過一次了 然後再一次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點印象在腦海裡面 好你要先點第一個 Enable Top Bar 這樣才可以對頁手上方的這一條 先叫進來 好 一般的瀏覽器你們看到 應該是這個寬度 好會看到 左邊有這個 可能是這門文章 剛剛的這一段學習呢 讓我知道了怎麼去做 整個版面的設計調整 還有手機版面的調整 對啊而且就是說 這個一天我們就可以學會了耶 我本來以為我要好多天的 因為其實我有點 對 蛤 有點聰明 喔是聰明 好OK 那我們繼續再學下去吧 好 祝大家要跟這座順利 掰掰 掰掰 恭喜你上完課程喔 對我已經上完影片的課程了 而且我覺得其實最後面的課程其實蠻重要的耶 新手必看 因為我發現呢 有一個很棒的是 你解決問題的時候該怎麼辦 是 冷靜 冷靜之外呢 再來就是去搜尋資料 老師的那個網站裡面 都有很多解決的方法 你可以從裡面先找資料之後呢 如果真的還是都找不到 可以再上網去找資料 然後找不到的之後呢 你知道還能去哪裡嗎 你心裡嗎 不是 他心裡 去老師的社團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社團裡面呢 就是做一個發問 然後去尋找解答 而且呢 我們做完網站之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作品 上傳到老師的空間 增加曝光 可以有所謂的成果展 那這樣的話老師可以看到你的作品怎麼樣 那也許老師有時候會有一些活動 那你可能會參加活動的話 你可能會有中獎的機率也很高喔 很開心可以做完這一系列的學習 辛苦啦各位 真的辛苦你了欸 我也覺得好辛苦喔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網站完成了喔 真的不容易耶耶 我發現啊 不會程式也沒有關係耶 因為我本身雖然會HTML跟CSS 可是我在整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使用到程式 我會發現我本身就是 你可以不用用程式就可以架出站台 我們的學習的話是五天對不對 五天充斥和一天一個小時 等於只要五個小時 你就把所有的細節都學習起來了 一開始在做自家站的時候 我們會有選擇主機困難症 主機有不同的價格又不同的速度啊 一般來說我們在看別人學習 在看教學的時候 教學的狀態 他們都會直接跟你推薦說用哪一個主機就好 但是他提供給我們好幾個選擇耶 有三個 有三個選擇 我覺得還蠻不錯 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去做選擇 就是你可能一開始選的空間 可能太小了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流量會這麼高 哇賽 原來你是高流量的部落客啊 可能超出自己的預期 然後你可能就又要搬家 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 所以如果說可以有一個機會的話 你開始就選擇好一個非常好的主機 那你可能就會比較不會後悔 情體是你要認真的寫文章喔 對 五天的一天一個小時 那五天的話五個小時 他的學習量是非常充足的 我會比較喜歡有細節 更了解細節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自己去解決問題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方式 厲害厲害 帶入基提供了非常多的主機方案 這些方案他都有優惠的折扣碼喔 對 當你只要一使用這個優惠的折扣碼 基本上來說他還會再多送你幾個月喔 其實學習這五天的充足班啊 我覺得還蠻感謝帶入基他邀請我們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有興趣 對 雖然我不會這樣往這裡 我會覺得說 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的做出一些東西來 其實是蠻值得開心的是會有成就感 當他邀請我就是說要不要學學看的時候 我其實是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之前我就一直有在follow 經過五天的這樣學習之後 我覺得完全免費這件事情 真的是有點打破我的想法 讓我覺得這真的有點太佛心 所以更想要去分享這件事情 是因為覺得可以讓很多人知道說 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然後去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心得啦 如果我們這個分享 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 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看我們分享課程 介紹類的東西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想要我們學什麼 那我們就去學什麼 好 OK 掰掰 掰掰 欸娃娃你知不知道 就是說這個整個學習過程中 我覺得最驚人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套用的布景主題 對